自己的國家自己就看要怎麼樣方法 才可以救 要多長的疫情 才能訓練出來 這一方面我們都尊重 國安部的專業評斷 也希望國人支持 院長特別強調第三劑疫苗的重要 那是否憂心國內疫情升溫 那陶竹在報移工的群聚 那相關防疫SOP是否在加研 因為我們防疫規範做得好 國人同胞一起配合我們的防疫 世界第一 不過看到周邊國家確診數不斷增加 確實必須要各方面來加強 所以我們有看到 過去移工所發生的案例後 我們所做出來的SOP 確實達到相當的效果 讓工區沒有互相感染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再加強 尤其是比較高危險群年齡 長者等都應該趕快打疫苗 可以保護自己也保護社區保護家人 我們有媒體指出 因為美國關切臺灣病疫制度 所以政府決定恢復一年的疫情 那院長怎麼看 自己的國家自己就不是說別人怎麼看 我們是要看現在極權專制國家侵略鄰國 是不用理由的 而且戰打起來人民受苦 國家整個都幾乎被毀掉 因此我們要救自己的國家 就看要怎麼樣方法才可以救 要多長的疫情才能訓練出來 這一方面我們都尊重國安部的專業評斷 也希望國人支持 也看到國人對於疫情 對於整個疫情 都是表示很大的支持 也非常感謝 謝謝